最近进入葡萄产期草屯镇农会举办葡萄节活动 借由福岛葡萄产销班亥赞地青农举办农夫市集 合力行销优质安全农特产品 让大家可以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另外这次并配合政府振兴花卉计划 用实质行动帮助花农 降低因疫情受到的冲击 草屯镇农会的葡萄节活动正好登场 在广场举办农夫市集帮农民行销 虽然栽种葡萄面积并不大 但靠着当地独特气候条件 有浓郁的果香果肉更为Q弹 葡萄我们在QQ放的好吃又大粒 还有翁 是说它的水質很好 好水好山 用心辅导三个葡萄产销班 并设计礼合建立品牌外 农会每年也介入葡萄节 配合展示在地优质农特产品 现场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选购 本镇农会的广场前面 连续办了两日的活动 希望大家永远来采购来品尝 我们有很多的内容跟DIY的课程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市集的涉滩的单位 我们基本上是以我们葡萄的农屋为主 但是我还有其他部分的三张EQ的认证的农产品 而因为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冲击花卉产业 严重影响农民收益 农会也在农委会和县府辅导下 来推动花蜜计划 用实质行动帮助农民 花蜜的计划有包括 他们制作花蜜的教学 那以及把花蜜制作好之后 把它赠送给我们辛苦的医护人员 那这个我们县政府办了这个活动之后 让我们的花价 本来从平均 尤其是玫瑰花 那平均 它一把五十几块 那一下子办了之后 一个礼拜之后 那价格马上又跳回到这个一百多块 这一项葡萄节活动持续进行到7月4号 农会也欢迎民众踊跃参观 选购南投优质的农特产品 记者女性哪线 采访报道